点击进来 它上面其实也会跟你讲说如何安装 而且这边还有个让你做复制的 如果你不会 copy 贴到那个什么 但你还是要知道怎么样 把那个我们的环境这个调出来 就是我的这个什么呢 我的python的路径 然后你还是要打个CMD 然后你怎么样 其实基本上 如果我是有很多环境 一样前面要先打一个什么 python 然后1-m 后面的话我就把什么 刚刚后面这一串 pipe install request 这个复制的嘛 我就把它贴上去 贴好像按右键 有些环境 自动就帮我贴过来 我只要Enter就好了 理论上只要这不要打错就装强 另外的话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外卦 他会跟你讲说你要怎么去使用它 包含就是说 这边有提到用request里面有个方法叫get 后面提供给他什么呢 给他一个网址就可以了 那当然后面还可以再加很多的参数 比如说如果你那个连结里面有需要加什么 加账号密码 要login的话 后面还可以再加 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有一些网站 我们现在没有抓网站资料 如果以后是加网站 抓网站资料 有的时候有些网站 他会保护 他的资料 那你有些参数就可能加在这上面 这后面 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提一下 后面应该还会提到 有关如何去抓网页资料 那复杂度相对的也会比较高一些些 这边有一些相关的sample code 请各位就自行再参考吧 里面也太多了 总共他有143万个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python 知道怎么用的话 不用143万个 你光几个就够了 找到最重要的那些功能 但前提你可能需要 知道怎么样把它装到你的python 的library韩式库里面 而且能够使用它 我是觉得不困难 主要就那几个步骤而已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程式的资料抓下来 再来的话呢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个结果了 不过呢 接下来下一步就怎么样 我需要切割资料 那我要怎么切割资料 不要下载下载资料 那马上看到 你会发现 这边好像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的话呢 我要怎么去切 那切的话呢 基本上呢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把 html的这个.test属性里面的所有文字 已经下载下来 那我要切割嘛 切割我知道说按照它 当我要切的话可能要分两阶段切 第一阶段的话呢就是把 把一笔资料先切 有没有先切一笔 一笔 一笔一笔的放在什么 一个list里面 第二个动作才是再个别 再去切它里面的什么 痘点部分 所以可能要分两阶段切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切 先把它的换行部分先切出来 那你会发现我先用点sprint 找到它的换行 不过这看起来好像换行应该多一个 有没有 所以呢我先把它先切割完 我先print检查一下 print list一看看 上面这个先不要 这个先把它mark掉 然后执行它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切割完之后这个list 你会发现 当然第一个我将来要放资料库的话 第一个栏位一定要避开 第一个ok 那不过你会发现后面多一个东西 return 反斜线R 也就如果我要切割的话 理论上应该还要多一个东西 这边要加反斜线R 不是只有单单反斜线R 可能要多一个反斜线R 尤其是你用ease有做的资料 常常微软的东西最后都会多一个反斜线R 反斜线R来当成换行 但如果你用liners的就不会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方多一个反斜线R 反斜线R先切一下 ok 那先切什么 把资料先切出来 第一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后面切ok了 那第二步的话你会发现 每一个 这个后面好像多一个什么 尤其在第几个栏位呢 你会发现日期 然后再 这个是蔬菜种类 123 这个没有 这个ok 然后后面的话 好像有好几个栏位 在第四个栏位都会多很多空白 所以如果我要切的话 第一个我先把它切开来 在第二阶段的话呢 我要再把里面的资料 再根据豆点的部分切割 所以我第二步的话再去做切割 豆点部分 那切割的方式 我前面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就是再 再稍微看一下 for i in range 这个所有的话我就不是for each 是for i in range 那从第几个呢 从第一个 不能从第0个 第0个的话 就是栏位名称要避开 所以我从第0个到len 这个总共全部的这个资料呢 为止全部把我处理过 但是最后的话 会多一个减1 你想说为什么会减1 其实后来 发现卡住了 为什么卡住 好像最后一笔就是发生bug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后来呢我就回到那个资料里面的最后一笔看看 结果看到什么呢 他的最后一笔啊 莫名其妙就放一个空字串 ok 所以造成错误 那这个也是run完之后才知道的 那我因为已经知道错误了 所以我会跟各位讲一下 不然有同学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边有个减1啊 理论上不用减1 那减1主要是因为 他这个资料给了多一个 这个什么 一个空的东西 那一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一般我在想说 有可能是那个输入人员的不良习惯造成 因为比如说你输入一笔之后 应该就结束就结束了 有的人习惯就多按几个enter 有没有 一般也会啦 有没有 那问题是你多按几个enter 就会造成将来抓资料的bug 为什么因为你一个enter 他等同就是多一个空的 两个enter就两个空的 那个是如果我们在抓的时候 就会出现像这样的错误 所以如果你run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错误 跟各位讲一下 再来的话呢 必须用什么 把这一个list1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再split一次 切割什么 切割痘点 但是里面会有个问题 这个可能先 我先这样 那个先不要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 我就不要print上面 我就print下面 第二次切割 所以第一次切割 反斜线 反斜线 第二次切割的是 那个痘点 把它秀一下 给各位看 最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变这样了 有没有 他就一个一个的 帮我把它放在个别的串列里面 但是最后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每个的第1 2 3 应该是0 这个0 1 2 3 也就是说 它index是3的那个 资料 都会多很多空白 那怎么办 我必须要把它移除掉 那移除掉的方法很多 你可以用strip 或repress都可以 那这个地方的话 要怎么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拿掉它 然后再放回去 所以我这边 刚刚有多写一行 如果我要把那个什么 那写的方式特别重要 我如果要修改里面的资料的话 很简单 加一个list 2 那哪一个呢 0 1 2 3 第三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一个本身 所以后面是做处理 再把它写回去的意思 写到前面就写回去 那你有两个方法 点什么 我用我习惯要repress 如果你要取代 如果你要取代 像我们在那个什么呢 Essale或Word里面 会用取代 所以你这边可以讲 点repress repress 这个 然后呢 它的用法参数很简单 你要把什么东西 取代成没有 这样就ok了 意思说把里面的空白 取代成没有 然后呢 后面这件事情做完之后 再把它盖回去 ok 意思就是把它修改过 存回去 那这样子print出来的结果 看一下有结果 可以执行一下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这个时候呢 原本 萝卜后面会有很多空白 就不欠 有没有 其实是经过什么 这个方法 就ok了 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地方 很多同学 不会这一招 结果只会塞 塞错东西 就是里面有东西要拿掉 他没有拿掉 一塞到之后 就坏掉了 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步就是把资料下载 第二步就是切 先切一行一行的切 再把一行一行里面的逗点切 这样子它已经全部都 变成一个一个的串列 而且都分开来 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 塞到资料库就简单了 也就是在结合上个礼拜讲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网路资料 快速的塞到资料库里面 没有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先第一阶段 下载资料 再切割资料 接下来的话再去思考 怎么样把上个礼拜 我们那个会员资料 下载 我们其实不是下载 我们是把会员资料开启 写到资料库 那后面其实做法都一样 只是我是建议 因为这东西其实有点像拼装车吧 反正每一个每一个 你要写完一个 你要写完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每一个每一个 每一部分每一部分的东西 先抓出来 可以run之后 那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 如何把这个部分 再写到资料库 没有 好 好 asi 试试 明天 你 试试